好 这次来玩这款游戏 灭魔都市 目前来看安卓 现行推出的 那这边 可以选男跟女的形象 啊 选一个 短法的妹子好了 好 中文名称了 进来啰 推出的时间点比较特异 好像是礼拜六推出的 目前来看 这边看起来倒是有点像 网页游戏 对吧 在这边看起来 有点像是 好瞎的劇情喔 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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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奈普爾迪耶 這個莉莉絲 的形象 跟他的那個戰鬥畫面 成了強烈對比 充滿違和感 好來 戰鬥了 角色人物的戰鬥還算是生動啦 而且打擊音效還不錯 抽角色嗎 抽角色嗎 抽角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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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適合 不透明 測試 我自己娶老婆的 這款也是嗎? 好像不是 不是就可惜了 布陣 7日登錄 他剛剛那個VIP特權 剛剛那個VIP特權 打到BOSS了 還變身耶 機器人大戰 BOSS沒辦法跳過 我現在就想要看他是不是娶老婆的遊戲 他的戰鬥太像 這邊特權什麼 上線加幾次加幾次啊 好像是乾淨的遊戲 哇 要哭哭了嗎? 1人 1人 3人 1人 2人 1人 3人 这边就是点一点了 然后可能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把它全部点一点了 不占可缺人之兵 好这里就是消费了 神文静人心有灵犀耶那是什么 年卡要一千五 大概一百五月卡 金额还好 主人 来真的耶 红圆系统来了 传唤一下 殿下来和打紧玩耍吧 我用这种方式增加神文能量 殿下来和打紧玩耍吧 这个应该就是类似生小孩 然后 殿下来和打紧玩耍吧 殿下来和打紧玩耍吧 好了 他大概是这样的图片而已哦 就还好 不会让你醒过来那种境界 好 又生出一个小孩了 约会 哦 我送你回家 哇 没了 就战斗画面普普通通了 Boss上还算是有看头 其他还好 红颜系统 红颜系统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刺激 那就是算是一款普普通通的游戏 好了游戏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